老双十要到了 来看在美国这边 驻美代表处也在双向远举行了国庆酒会 驻美代表双美琴质责的时候强调 台湾虽然处在来自中国的民主跟安全威胁的第一线 但是一定会一如既往的坚定捍卫主权跟民主 那么之前才访台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贺涵当中更是直接以两国的关系来形容台美关系 承诺会持续协防台湾自我防御 也期盼台美关系可以持续深化 我国驻美代表双美琴一身气质白色套装亮相 而向来挺台的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 波顿也快闪送上祝福 双美琴指出 今年已经有七组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 国会支持台湾的力量比以往都还要在强劲 相信随着疫情的松绑 两国之间的关系将会更加的紧密